欢迎收听coco早餐 规划自己的旅游的行程 或者是自己休假的各项的这个梦想的实现 好今天呢这个实时入口 每位无级线 林家昌先生要跟我们谈的是 南国冬之暖阳国境之南美食大探索 那讲的应该就是我们的高雄了 屏东咯 好我们今天就是南部探索的专辑咯 今天早上我们非常谢谢屏东县长潘梦安先生 要来到节目现场 跟我们好好的谈 高铁南沿屏东的南产中央重北侵南 现在屏东所发出的怒吼之声 而交通部呢认为这个是跟经济效应是有关 而且呢这个 他们要进行技术市场法律土地 经济财务跟环境等的可行性研究 完成报告 承报交通部核转行政院核定后才处理 很多交通部回答的话跟没回答是一样的 最有意思的是很多人对高铁南沿屏东 认为呢这个是强力支持的 主要的缘故呢 不仅仅是屏东人有这样的想法 而全台湾我们要有一个世代的交通建设 那全台湾这样的一个这个长度 跟宽度台湾一日生活圈是可以做到的 连柯文哲都可以一日双塔骑下车了 那为什么高铁不能够这个延伸到屏东 特别是台湾的观光 墾丁是一个世界瞩目的地方 如果延伸到这个屏东之后到墾丁 有支线的这个单轨的铁路 或者是其他的交通的设施 再跟东部的花莲跟台东来相连接 那这才是台湾的交通建设上面 一个必须发展的一个过程 日本它的很多的这个观光的圣地 离这个中央都会地区很远的 像路尔岛也有这个高速铁路 也就是新干线的这个环连 他们数十年来也从来不放弃 对交通建设的开发 到底交通建设带动经济效应 还是经济效应的决策 或者是模式决定交通建设呢 今天我们听听在地的声音 我们今天在台北 很多的台湾的人士都告诉我们 台北人在天龙国 特别是如果你住在大安区叫做天龙区 我自己是基隆人 在八斗子附近的祥峰街长大 所以对屏东特别有感情 因此对于今天潘茫安县长来到节目现场 特别希望能够听听屏东的声音 我们也希望屏东方面的听众朋友 如果您透过coco早餐的脸书 可以告诉我们您有什么样的想法 很多的屏东人士是出外打工的 而且是出外讨生计的 当然屏东里面出外讨生计最成功的一个人是谁呢 答案应该已经揭晓了 他是蔡英文总统吧 他不叫出外讨生计 他是大家 公推他成为公仆 但是他现在的领导应该还蛮痛苦的 我的朋友里面有好多是屏东人 现在跟你们打招呼 我如果没有搞错的话 李明显应该也是屏东人吧 他是我们的新闻界的同业 后来转到中国国民党去担任党务工作 这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 希望能够从台北的观点之外 能够有所调整 看一看其他的地方的人士在地的心声 也希望我们这样的做法 能够让南部的听众朋友 更大家告诉大家 我们在南部地区的这个频率是FM90.1 华东地区FM107.7 台中地区是FM91.5 我上个礼拜六不是到台中去吗 我是去听那个卡雷拉斯的告别演唱会 同时中午我们几个好朋友 大家就约了一起吃饭 吃的这个是在台中科技院旁边一家 这个由兽医转任主厨的非常有名的叉子餐厅 那我从高铁下来之后坐计程车 非常谢谢这个我们的小黄问奖司机朋友 有那么多的听众我一上车 我说我要去这个叉子餐厅的那个所在地嘛 那结果那位先生 嗨我现在给你打招呼 你可能也在听我们的节目 他就说我是你的听众 我就问他说我们的音质好吗 他对节目有什么样的评价 他都非常的客气 这个这位问奖先生 这个让我们的制作节目的精神跟态度 要更敬业更努力更勤恳 因为我们知道当大家展开 非常重要的一日之始在于晨的时候 透过我们的节目来跟这个生命来拼搏 跟美好的灿烂的人生来做这个 第一个曙光的迎接 这是我们的荣幸 这也是我们的责任 好今天呢 我们要持续关注的 当然就是昨天半夜所发生的 这个引发各界注意 因为他其实昨天白天就已经发生了 这个火警啊 是下午 这是太风轮胎的桃源中立场 这个太风轮胎是很大的这个轮胎公司 上市公司 他在海外有非常多的这个投资啊 那大火到深夜没有扑灭 浓浓的黑烟 连数公里之外都看得到啊 空气弥漫了恶臭的橡胶味 附近上百户居民被撤离 有公司贴出公告要员工上下班戴活性探口罩 以免受害 那到底最新的情况怎样啊 这个是桃源市的这个环保局啊 这个正在密切观察当中啊 有这个更新的发展到目前为止看起来是没有人员的伤亡的啊 那可是我们却知道在整个的这个新闻特别是在我昨天在网路上面啊 已经造成了很大的这个热烈的讨论啊 那也希望能够早早扑灭桃源市政府啊 这个郑文燦市长跟他的团队而言 这也是一个很这个重要的一次危机处理啊 协助这个企业界来度过 嗯 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呢 是在年金改革啊 已经要进入倒数计时 紧锣密鼓阶段 我们的政府怎么样跟被改革者 以及呼吁改革者沟通呢 被改革的年金改革的对象多半是公务员跟老师 因为这次军公教的几个年金改革军人要单独处理 因此处理的大概都是公教人员 有的人说这只是几十万的人 那为什么要这样大张旗鼓 那事实上这是一个政府制度 过去跟公务员跟老师之间的一个 所谓信贷保护原则之下的一个契约关系 经过了新的政府 在新的财务跟新的社会的 这个公平正义的考量之下呢 必须做的一个努力 而这个努力呢 在马英九政府时代就展开了 其实很早就有人呼吁 但是很多的政府不敢做 马英九非常非常的 这个有勇气 他在2012年开始 就进行了年金改革跟证所税的征收 还有油价双涨 到目前为止 店价跟油价 尤其是油价有一定的攻势 好不容易推动成功 但是他所付出的代价 就是我们的物价上涨 很多的人不愿意 也不肯原谅马英九 在2012年大概没多久 这个之后他就任副院长 那个时候是江一画 江一画是他一手提拔 从银行会主委到内政部长 到行政员副院长 行政员副院长跟考试院的院长 关中先生 还有其他的人士一起负责 要推动年金改革 其实那个时候最大声呼吁的是 关中先生 江一画先生 关中先生 还有后来的全序部长 张哲成先生 国民党的领导阶层 推动年金改革 其实江一画他是第一个收益者 怎么说呢 因为他到总统府去进行相当程度的被肯定的简报之后 立刻没多久就升任了院长 那个时候的院长是陈冲 他被换了下来 在这个阶段当中呢 其实很多人以为 马英九总统已经下定决心 但是年金改革那个时候 为什么中途寒咖 跟国民党所面对的所谓军公教人员 都是他们的选民 有直接的关系吗 我倒不认为如此 我觉得应该是推正所税 跟邮电双掌造成的社会其他的民怨的效应 让反改革者拿到了反对的借口 就在这个情况之下 马英九的明星光环不在 江一画他学者出身 灿烂的年轻的政治领导人 隔魁的昙花一现的魅力 也慢慢消退 后来就不了了之 其中最尴尬的 最在午夜梦回 觉得自己瘀叹的 大概是关中先生 也就是因为这样 蔡英文总统承诺 要进行历史性的世纪改革工程 蔡英文总统做年金改革 在他的人生从政的记录当中 应该是最光耀的一页 但是光耀是不是连任 是不是民调的支持很难讲 索契尔夫人打赢了他的福克岛战争 索契尔夫人 他把国营事业民营化 在过程里面造成了很大的民怨 即使他过世那一天 反对的人仍然不对他假以言辞好颜色 所以我的结论是 蔡英文总统推动的艰难的工程 要用同理心 要用柔软情 要用相互理解的言语 来跟这些被改革者对话 被改革者 他们需要的是理解 他们需要的是公义的灵魂的呼唤 我在这里奉劝民进党各级政治人物 请你们不要用自己的脚 去穿别人的鞋 想想 同理心或者年金改革会更顺畅 不要再扯后腿 就不用再扯 你在 cognitive声明尔 不用再扯 我不直说